跟着音乐不落拍 林雪珍身心敏捷激励了大家 厨房里江庆良一手煮着拐杖 一手打蛋 饱刀未老 我爸以前开担管嘛 都给他会 真的哦 好几个月前就在问我 我们的长青班什么时候会开 哎呀 我跟他说快乐快乐快乐 真高兴 那孙子告诉他说 因为疫情严重 希望他是不是考虑不要出来 他说我都98岁了 连去一次算一次 他在那边 所以今天他七点钟就坐在那边等我 可见他都兴奋 既然能看他花伤小灭灰 此季圣古爱满地联络处的长青乐活班 因疫情暂停了两年 两年在家里宅在家 除了睡觉就吃东西 所以呢不但不健康 精神上面也非常的沮丧 老朋友都好久都没有看见了 那出来的话大家来谈谈说说笑笑 对于那个我们的精神也是比较好一点 重新启动的讯息一开 94岁的林凤昭要儿子不用担心 他自己花呜文120块来这边 那里头看呢 我也要做啦 做事对你说 我们就要感恩 终于在开火的厨房 美食上桌欢喜团圆 大爱新闻之下美志工 骆熟丽美国报导